好,有人说啊,这个一小块地的战斗,那从一开始都是紧张刺激的,我们偏步,今天呢我们先来就要心平气和的来慢慢的打一局,如果你心中有涟漪,那么你的心态上就已经输了,心平气和搞不搞事呢? 当然就不搞,我们把电场出在家里面,不延伸,对吧?然后兵营呢,兵营放在外面,为什么兵营放在外面?有人说你放在这么远,那工程师占油井不就很远了吗?因为你如果放里面的话,你后期建筑多了,然后自己的兵就全堵在家里面出不来了,对吧? 好,虽然说我们不搞事,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碉堡,该下的还是要下 好,矿场出来了,然后基地拉一拉,不要急着重工啊,拉里面一点 好的,然后慢慢的心平气和的出一个重工啊,你看一下啊,下面那些星星大乱的人,蓝色这一家啊 他自己忙着去搞事儿,然后忘记出矿场了,一看这个就是,要说萌兴吧,他也前期有这个扩张的战略意识,但是自己县程不够就不要进行这些骚操作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心平气和的搞一搞你,给你一个教训 呃,占你家的油井,对吧?你的基地呢,咱就不要了,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对吧? 心平气和的就占下来了 好,你还不管吗?你还不管的话 那我们就在在油井旁边出一个兵营,然后准备占你的基地 对吧?你还不管 诶,这个狙击手从这出出来了 好的,看,心平气和的就把你的基地占掉了 这个基地留着用吗? 嗯,你退了,我们把它卖了吧 反正一小块地的话,前期资金还是蛮紧张的 换钱是不亏的,对吧? 好 诶,粉色这家也是英国,把我的狙击手拘掉了 他有装机车 这个事儿,行 咱记住你了 哥,你这个装机车还竟然升级了 你喜欢拘我兵是吧? 我先把你的狗给你拘了 好的,黄色配合的漂亮是吧? 狙击手被放出来 用这个飞行兵逼他把狙击手放出来 步兵车防空,那我就趁你放出来再当把你拘手干掉 好,这个光能塔呢,先不要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的话,你只有一个光能塔很容易被干掉 我们要玩一个串联,等到能够得到他家的时候就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样的话,就是别人都说什么趁你病要你命吗? 那咱就狠一点,直接让你在健康状态下致死 对吧,他又出一个狙击手 算了,让你进吧 我们来看一下 让他把这个步兵车炼到三星了 炼到三星,把他三星步兵车弄死 更能搞他的心态 好,他三星了 我们来慢慢的看一下怎么把他搞死 实验室出后面啊,不要出前面 出前面的话 好,光能塔出在这 好,他这一波坦克肯定要来 他肯定想的是坦克扛伤害步兵车狂拆 那我们手动操作一下就好 你看他步兵车来了 点点点一下,是吧 这个呢,就是意识 你如果不手动的话 这个光能塔肯定要先去拆黄色的那个碉堡 默认的啊,默认的攻击顺序就这样 好,现在该轮到我们的步兵车三星了 你这个狙击手不要想跑 刚才你怎么对付我的 现在就怎么还回来 你看一下啊 现在整个地图 大家都没有多少资源 造坦克 所以呢,吃的更多的呀 就是一个操作和意识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打算出个间谍 去偷黄色这家重攻 黄色这家 你看一下 我们说的不要变 不要变身 变身了很可疑 肯定会被点掉的 所以在别人眼里 这就是一个大兵慢慢的摸过去 好的,偷到了 到手 我们的坦克就一级了 现在呢 你说这一局的话 要出幻影 适当的出两个 但是不要太多 因为幻影的工程能力有限 也就是拆建筑能力有限 对吧 好的 我们在主要还是出光能坦克 青色这家 你看他在这出了一个船厂 意图很明显了 出驱逐舰来拆我下面这个油井 对吧 可惜他现在卡钱的样子 卡钱的话 我们一定要争取在他 驱逐舰出出来之前 把他船厂拆了 拆加什么最好 那肯定是三星步兵车 装逼起来 好的 到手 现在我们就去 心平气和的 把他这个船厂拆掉了 好的 你瞧一下 是吧 你是卖呢 还是不卖 他还在修 证明他注意到了 没钱修了 他就卖了 矿场 第二个矿场好了 我们把它出在这儿 为了采矿效率呢 我们把这个兵银卖掉 因为后期基本上不怎么出步兵 哎呦 粉色不甘心 拿个飞机来炸我们一下 也炸不死 但是我们光能坦克出来了呀 对吧 光能坦克还是带新的 带新的话 你飞机一架 就算炸中了 也炸不死 所以呢 有更多的容错率 再加上我们会走位呀 对吧 你还炸不到呢 好 再把这个拉过来防空 他又要来炸了 炸光能是吗 炸不到的 我们稍微走位一下 他就 全部这个弹 这个炸弹就全部落空了 好嘞 现在我们有 光能坦克了 是吧 这一局就根本也就是 心平气和都在打嘛 对吧 你瞧这个青色 他出了这个高科 就没钱 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拆 矿车都罢工了 为什么会罢工卡在那 他自己把建筑堵死了 那这个就怪不得谁了 好 现在想起出飞行命运 晚了 我们慢慢的来练集 对吧 好的 三个光能坦克 四个了 加上家里面又出来一个 谁说 盟军的 全是脆皮呢 是脆皮 现在谁来梗一下我呢 对吧 好 青色 他是已经全部缩在这了 粉色呢 他还有个油井 不要白 不要我们把他占了 这时候占就不用担心 他退了 然后把工程师炸死啊 你看他家已经挪了 然后他家还正在和绿色苦战 所以他视野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中间这个油井上来 就算注意到了的话 他如果为了炸一个工程师退了的话 那我都觉得可惜 是吧 他退了 退了只剩绿色一家 只剩绿色一家的话 你看他就两个犀牛还是残血 传说中的脆皮来了 你怕不怕 我的脆皮红流到你家门口了 好 他退了 我们呢 心平气和的 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觉得够优雅的 请给一点支持 对不起 对不起 这种东西